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一位老朋友也录了一段视频 来放一下 孙老师我们36年了 那么我们两家也都很好 尤其他母亲在世的时候 伯母也是对我非常好 那我给你讲一故事 就是伯母制斗小偷 那么他们两个人90年代初 他们经常海里外地跑 那么家里的孩子小 那么70多岁的母亲在家看孩子 夜里边 他们就住在牧续地那个边上 然后在那个河边 他们又住的是一楼 然后呢小偷啊 偷这个挂机 但是老太太就知道了 哎呀 宁机一动 说儿子 说外边是不是下雨了 然后啊 于是就把小偷给吓走了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说明了 他们两个人啊 太忙了 那您有没有吃过他做的饭啊 这些 孙老师好像在他们家 我吃过他做给的面条 味道怎么样 味道一般般 孙老师啊 有点口门 他这个不瞎花钱的 不瞎花钱 这么多年有请一下 他为一个碗子呢 大餐 他自己亲自请我 我好像记得没有 但是经常 人家请他的时候 拉上我 太可爱了 对您邻居吗 这是我36年的好朋友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家 包括两家的这个孩子 走动都非常多 人家说你不乱花钱 真的不乱花钱吗 应该说那时候呢 也 挣的也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也不至于说一顿饭 还是他提不及 所以您倒不想 妻子 肯定不想 对 我觉得这可能 嫂子是不是 比更大方一点 我吗 因为我们家的经济大权 她涨了 其实我也没涨过 我也得这个申报 这个能不能花 有没有这个预算 需要期的时间太长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经济上 我从来没卡过 像以前他拿的什么工资 他愿意放在抽屉 就放在抽屉 不愿意就不愿意 那会儿我们其实 刚结婚的时候 一个人 每个人才40多块钱一个月 我们不存在 有什么小金库 没有金库 如果让您给您 这个跟您一起生活了 38年的这个 先生让您给他 贴个标签的话 贴几个标签 就是用几个词来总结一下 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汇 他这个 我觉得他怎么说呢 就是他工作方面 他特别认真 这个脑子也很快 很聪明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非常聪明 不灵活 不灵活 比较愈 就是比较怎么说 不能说低能儿吧 但是我觉得生活能力 低能儿吧 真的那个 做的那个面不好吃是吗 不是不光做面不好吃 一开始连微波炉 怎么用都不会的 你说说看 而且他的稀调能力 就组装 我们家什么东西坏了 绝对是我来 这倒是他来做 全是我来修 还有以前住在 那个宿舍里边 那个过去那种 机体宿舍 那种保险师 老是报 我们家住在一楼那会儿 我说你去修 就得您去换 我的妈呀 修他太为难了 他也不会 都是我去 都是我去修 我说你看看 谁家是女的去干这些事的 就我们家 我就说 我说你不是学过这个电工吗 你来啊 所以什么事都弄 现在吧 退休以后 以前工作大家都忙 说实在的 在一块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多 因为就是下班时间 一共下班我到家了 他还没到家 他有时候晚上很晚 有时候配音啊什么的 很晚才回来 现在我们退休了 基本上是 完了 重新磨合 死死守在一块了 天天基本在一块 搞什么活动也在一起 生活也在一起 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保姆 什么事都干 我们从生活上工作上 从退休生活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展示了更立体的人 不是那个 就我们听的只会那个 给大家带来快乐的 那个孙正明老师 是吧 来 咱和个流 谢谢 来来来 好 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还有什么时间 再见 你看谁来了 特别企划 2021年新年音乐会 星光映逆 众星云集 掌声有请 刘和刚 王杰石老师 有请私情歌乐 李玲玉 歌手石头 白雪原意 歌手黄克祥 歌手奇龙 有请王杰 群星惠罪 我祝愿你新年大纪 年年好运来 祝愿你能喜气 洋洋青春永长在 春暖花开 一处缤纷的色彩 仿佛在采受幸福的存在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船儿 暖风静静吹 想对你产生 新年快乐 希望你珍惜 每个遇用 I want to take a fly I want to fly high 寻找你的出来 到世界的边缘 旧美 旧美 那年的旧美 心上人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大家一起唱首歌 一首祝福的歌 你看谁来了 陪你一起迎新年 庆新年